好了,這時候就是揭條最受歡迎男歌星和女歌星了 這兩位揭條的和班長的嘉賓,我應該怎樣找他們出場好呢? 曾經想過就是叫他們打功夫出來,他們又不打功夫的 想過可以找個坦克車鏟上來,但又怕踩壞個場,人家還要做生,那就不好了 不如這樣,由於這個是一個勁歌金曲的班長禮 不如這樣,就請這兩位班長嘉賓一路唱字歌出來吧 我無自由,我失得自由,傷心痛心,眼淚流 可以啊,可以啊 周潤發先生,鄭月玲小姐 是,多謝多謝 好了,你知馬Dudu,馬仔 你們兩個真的很難請的,很難可以見到你們,真的在一起 很容易見到我們,剛才吳楚帆先生也說 逢星期一至四,晚上11時55分,扭開電視機就見到我們了 不過,楚帆叔就可以放心了,看完幾天就沒有了 以後就是你的世界了,可以安心了 因為我們現在來頒發最受歡迎男歌手和女歌手 Dudu姐,我想問問你,你覺得一個成功的女藝人應該具備一些什麼條件呢? 正正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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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正的 乖啦 你先給我一個信封,讓我看看我頒給哪位最受歡迎的女歌手 我先才能說的,是吧? 是 果然是她 是 我覺得呢,做藝人最重要的是要 形象方面多一點變化,百變,是吧? 宣傳方面都很重要的,好像這位女歌手最近的新聞認真 即是波濤洶湧啦,這樣就正正的 哦 即是相比起你之下,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對,一波未平一波起了 哦,起嗎? 起得很厲害 原來這樣? 宣布了嗎? 宣布了嗎? 對,1987年度最受歡迎女歌手就是 梅艷芳 來,Lita 不用你了,發仔 不用你這麼操勞 借一會勇住才行嗎? 哎呀 太后,吉祥 你今天做太監嗎? 是呀 謝謝你 恭喜你,Meter 謝謝你 是,這樣呢 1987年,1988年,你都可以說是心想事成 又拿了影后,現在又是最受歡迎女歌手 喂 Oops piace懂了嗎,現在是真的 我相信 they subtract了 謝謝你